马上来关心是俄乌战争 现在俄罗斯部分的边境地区 其实进入了紧急状态 因为乌克兰出动无人机 空袭了弹药库 里面放着飞弹 坦克跟炮弹 这些重要的军武资源 而乌克兰现在拿到了 更多西方国家的援助 小英国的国防大臣就宣布 要提供乌克兰25万发的弹药 跟90枚的反战车飞弹 飞弹直冲天际 迅速击落一架空中的不速之客 失去自家侦察无人机 俄军坦克车向无头苍蝇乱转 还因此门户大开 遭乌军无人机炸成火球 熊熊火海中 俄罗斯士兵带着军车和装备 赶紧逃亡 他们在当地据点的战壕 和通讯器材 只能全部放弃 周日 无军无人机 也对乌尔边境的 俄罗斯佛罗尼斯州 发动攻击 有居民还拍下 疑似无人机飞过的画面 这场攻击 让佛罗尼斯州 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因为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碎片 砸进不少人家中 分析指出乌军这次挑选的攻击地点 尽到用无人机就能抵达 又能重创俄军武器供应 俄军武器少了一样 乌军活命机会就多一分 在靠近乌东重镇 巴赫姆特附近的西尔维斯克市 乌军第54化机械旅 也在用无人机 找寻更多俄军据点 第54机械化旅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在俄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时 越快抵达战场 阻止敌人前进 因此往往需要与无人机小队密切合作 另外阵风夏季 白天比夜晚长 代表被敌人攻击时间越多 乌军只能趁夜间搜寻敌人行踪 一刻都不能停 两位无人机操作员轮班 一架回来换电池时 一架就能马上出动 乌克兰战地记者直击部队备战时 乌军刚好得到一个不妙的情报 俄罗斯的短吻二战斗机炮弹连发 声称摧毁乌军两座S300发射装置 一个战斗控制据点 及不少机动车辆和防空飞弹人员 同时在占领一座位于盾内刺客室的索吉尔村 俄军也在公布一段摧毁西方军援的布莱德利战车画面 俄军小乌军绣花枕头 乌军也算俄军根本白费弹药 因为近期俄军宣称成功摧毁乌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雷达 殊不知那些都只是模型 另外俄军战车也已经被炸到 只能靠别的装备来烂鱼充数 刚上任不久的英国国防大臣希利 周一马上访问乌克兰 并宣布军援乌克兰新方案 包括反战车飞弹 自走炮和小型军用艇 展现英国虽然改组新政府 但支持乌克兰的承诺不会改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中东 以色列跟黎巴嫩再度起冲突 面对真主党的攻击 以色列是直求对决去报复了 不过另一头在加萨 似乎是露出了一线和平的曙光 因为哈马斯他们不再坚持 要以色列承诺永久停火 不过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这项吐鞋 并没有直接表态 发射反装甲导引飞弹 整个画面蒙到只剩一只手 和驿管发射器 伊朗撑腰的真主党 再释出攻击以色列边境哨所 和高压电塔的画面 乌军指控真主党 抛袭边境九个据点 波及第三国公民 在一波真主党的攻势中 造成一名乌军士兵 与两位平民受伤 其中一位是美国人 根据以色列说法 一名31岁的美国男子重伤 第一时间就出动了直升机 后送救援 以色列北边不平静 对南部加萨也没有放松力道 在对拉法行动将近三个月后 乙军首次开放国际媒体记者们 进入拉法 在乙军的高度控管之下 CNN美联社以及路透社记者 进到几乎被移平的拉法 这里本是狭小拥挤的避难区 现在全变成了灰白废墟 看不到一个人鹰 一句话就把对拉法的破坏 推给哈马斯用平民当盾牌 采访期间还可以听到零星枪声 乙军声称这段期间在拉法 至少又歼灭了九百名的哈马斯分子 还断了哈马斯走私运送军火的超长地道 以色列想透过外媒证明进攻拉法 是不得不的必要之恶 但是放眼所及的破坏 不可逆也难以计算 以色列声称 在最新一波对加萨的攻击中 又歼灭了一名哈马斯的军官 但是问题打中的地方是学校 而且以色列又对加萨多区 发动撤离令 这让民众愤怒又绝望 到底什么时候是尽头 这个问题 西安记者也来问以色列军方 以军部松口撤退时机 但是人民的耐心 已经被怒火烧个金光 都已经快打满十个月 还是有超过120名人质回不来 以色列街头抗议没停过 民众气得要把纳坦雅胡赶下台 诉求是立刻中战 接受现有版本的停火协议 一点都不想再等 而到底停火有没有谱 本周将再次协商 传出这一次因为哈马斯态度软化 接受美国提议 并且放弃要以色列承诺永久停战 求被抛回到以色列这一边 就看要怎么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未来的交通可能有新的模式 在欧洲有一家公司 他们所研发的飞行汽车 他们将这样的技术 出售给一家中国大陆的公司 而在上个月 大陆一家本土公司研发的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其实也在深圳跟珠海 完成了首次的飞行 原本开车大概要2.5到3个小时 但飞行器在20分钟内 就能够抵达 搭乘空中小黄的愿望 或许不再是梦想 画面中这款能垂直起降的飞行车 就是科幻剧情中的现实版本 大陆电动车品牌小鹏 不知抢夺路上电车市场 还开始放眼 充满未来感的飞行车 除了这款还在测试中的信号 小鹏还有更多新奇想法 希望颠覆一般民众 对车子的想象 像结合酷炫跑车概念 直接在车顶长出四个螺旋桨 一秒让车辆在天上飞 又或是这种宛如陆地航母概念的 可分离式飞行器 分离出的飞行器可搭载两人 飞出后还能自动回舱 相关概念就是希望突破陆地局限 让民众免受塞车锁苦 另一家也来自大陆的异航智能 积极锁定空中小黄市场 上个月抢先在沙鲁地阿拉伯 完成首飞 VT30是建设为中间的飞行 它能够飞行100分钟 飞行约300公里 叶子说垂直起降飞行器 不该像直升机一样难以利用 应该更融入日常生活 根据估计目前全球 已经有超过200家业者 投入飞天小黄的开发 摩根士丹利更预估 到了2040年 这些低空飞行装置商机 将突破一兆美元大关 不过专家认为 飞行车想要广泛普及 还有诸多挑战要面对 除了安全性之外 如何突破监管法规门槛 和提升电池续航力 都是难题 不过也有大陆业者 信心满满 认为这两年就能开旅灯 另外还有德国新创公司 尝试思考飞天车 不同升空模式 例如把可垂直起降的 战机概念 用在空中小黄身上 几个来自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毕业生 将看似遥不可及的飞行 梦想慢慢附助实现 开设名为Lilium的公司 专注开发电动版空中飞行器 这个飞行器没有直升机般的螺旋桨照样能垂直上升 飞行过程其实是结合电动喷射器 推动前进 就像电动车一样 想兼顾环保又能有良好飞行效益 最重要的海市电池 经过一次次的修正 目前已设计出 韩驾驶在内一共7人坐的机型 旗下驾驶员也正在为2024年底即将登场的首次载人测试 积极演练 Lilium不久前也在深圳打造亚太区总部 若后续载人测试顺利 希望最快2025年前投入商业营运 载人之余也能运用于物流运送 进一步实现永续环保的飞行革命 也新闻 综合部导 不过开车的车主可能没想过 开车这件事情会让你的个资全都录 因为透过GPS CarPlay这些联网装置 你的行车速度 目的地听音乐跟用车的习惯喜好 都可能会外泄 更严重的话 甚至能够让骇客直接掌握你的车辆 发动引擎一坐上车 手机自动连上车用电脑 想去哪 导航立刻为你指引路线 行驶200公尺后向右转 当你使用网路连接任何APP 它随时随地都在搜集你的资料 车用电脑也可能同步记录ING 而且你什么时间去了哪里 甚至听什么音乐都会有记录 手机大厂推升出 砍入汽车的共生系统 Apple CarPlay或者是Android Auto 车主们都能够感受到它的便利性 或者是各家车厂 现在推出了Connect App 你很方便可以进入车的位置 想要远端发动也可以 忘了上锁 同样也是手机操控 或是记载你的行事力 或许大家可以考虑8090年代的车款吗 当然这个是开玩笑话 如果以现在的车款来讲 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要 特别去注意的一环是 这辆车第一个它到底可以提供的功能性 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你如果功能性越来越广泛的话 你可能被搜集到的资料 相对来讲也会越多 而美国有非盈利组织调查了 25家汽车品牌的隐私权保护措施 发现多数车商都会搜集各资 而这些资料用在哪里没人知道 尽管是大数据的统计 相关单位认为应该要好好管控 不能让这些资料被出售或者是共享 尤其像特斯拉一连接上维修电脑 云端后台就能看到 你曾经对这台车做了什么动作 开了后车门副驾坐了人 系上安全带 甚至车上那个镜头 随时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特斯拉可能为了避免责任的一个追究 他们就要去做一个所谓的 自动驾驶的一个记录 那这些镜头上的一个录影的画面 会因为你不小心发生的意外 然后他就会去做一个第三方的储存 那储存在哪里 这目前特斯拉也没有对外公布在哪里 虽然隐私权可以限制 你要透露给车厂哪些资料 但当你连上网记网路的那一刻 真的还有隐私吗 电影《玩命关头》就曾经有这一幕 大反派沙利赛龙远端遥控停车场里的车 想去哪就去哪 专家也说不要以为电影演得很浮夸 最快2030这种状况可能会上演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车子它具有 这个可以弯道巡航等等 因为它方向可以被控制 所以当有这样的功能的车子的时候 那它可以送讯号 那个骇客可能透过 不管是无线的连线 或者是你的充电波 或者是你的那个 所谓的车用的影音系统 或者是你的手机 那这个本身来讲 就有可能连接到你的车子 那之后呢 那它就有可能去对你的车子去进行一些操控的这样子的事情 那当然基本上偷车这个事 其实是第一个比较直觉的这个危险 在2015年时 骇客大会已经示范过 可以骇进汽车 或是像电动机车连接网路 同样可以直接被发动 当有网路科幻片情节可能会上演 教授也分析 直接会分成三种方式 骇客掌控你的车 或者是攻击周边的红绿灯 监视器发送错误讯息 最后是直接骇进主伺服器 给错的指令 让车用电脑做出错误判断 虽然下载APP前都会告诉你 隐私全设定 通常你我都不会注意看 一旦使用了 隐私其实就被看光光 想保密 以目前CNC科技发达年代 恐怕就是回到原始时期 连网路都不用了 TVB的新闻 罗氏鹏仙伦台北采访报道 年轻世代 现在很常在讨论买房子 而在新清安贷款的助攻之下 今年第一季的房贷件数 有5.48万 年增率是39% 而当中成长最多的年龄层 就落在20到25岁 年增率有超过51% 看准的就是贷款额度比较高 还有5年的宽限期 在压力相对会比较轻的状态下 买房享有更多的弹性 有啊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客厅 就是一个就是算是搭活动的地方 一整面书墙充满浓厚的人文气息 我自己藏书还蛮多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说 那我们这个讨论过之后 就觉得说那把客厅的这一面 因为刚好在装潢上 那我们的设计师也觉得OK 那可以做成这样子 看起来也比较清爽 新房格局方正采光明亮 位在北市精华地段 蛋黄中的蛋黄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 比较刚性的需求 就是说因为最主要 就是第一个小孩要念书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规划当中 还是觉得说 这个自己手上有个房子 会比较好 房价推升 购物足看准时机入手 怕价格过了这个村 没这个店 就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是去年买的 对 去年买的 然后今年状况好再搬进来 那去年买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涨了 对 那我们那时候 我跟我太太 我们就这样研究了一下 就觉得说那那个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 在这个时间买 我们也有点纠结 对 那就后来 我们还是觉得说还OK 因为其实找 因为这个房子 我们表现就是 这个社区算住了一阵子 对 我们之前买它 在这个社区租房子 然后就觉得说 刚好这壶要买 然后我们后来评估了一下 这个自己的能力 然后觉得说 这个牙翼就还是买了 房屋买气旺盛 另一位受访者 在受访前三天 正式签约 晋升有壳一族 第一个是它这个 主要它像它有阳台 我觉得它的采光都还蛮好的 就是有个阳台 然后有落地窗这样子 然后另外这个 就是我看到这个 是因为它有 它其实算是平均数比较小 但是它有挑高三米 十平左右大小套房 符合一人入住条件 总价不到一千万 Marshall看完第一间房 就决定是它了 总价比较低 对刚好就是有看到 总价比较低的物件这样子 那它的地点比较 就是算是交通蛮方便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 它也不太会有 就是比如说贬值的问题 新青年安心成家优惠 贷款助攻 让手购族更有勇气买房 我其实一直都有在 考虑要买房子 但刚好就是最近是有 那个新青安的部分 那的确就是可以减少 减少一些就是贷款 之后贷款的压力这样 年增中心最新资料显示 今年第一季房贷件数 五点四八万件 年增百分之三十九 反映不动产事况热落 各年龄层房贷新增 样本数资料中 三十五到四十五岁 成为买器主力 申请房贷数量最多 样本数达两万件 这个是比较偏向 手购族的一个年纪 那主要是因为晚婚 然后跟高房价的一些压力 等等有关系 然后这个族群的话 从年增的一个资料来看 其实他的一个年增率 左右都大概有达到三成 所以是买器的增加很明显 以购买力来看六十到七十岁 是最强族群 六十到六十五岁购屋总价比前一年 多出一百四十一万 六十五岁到七十岁购屋总价比前一年 多出一百一十万到一百二十四万 那主要应该就是说家里有帮一些忙 帮忙出头期款等等 那这种手购的族群可以早一点购屋 家长认为说那年轻族群 他可能沟总价不是太高 然后现在又有性侵安的一个政策 可以使用 让他们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们还是觉得买房子这件事 长期来看是相对保值的 那年轻人买了房子之后 他可能比较有压力 也比较有责任感 然后可能他的钱也比较不会乱花 所以的确有一些父母会想说 就趁早帮小孩子出一些头期 让他早点购屋 青年丰买房 但房子是不是青年本人买的 各家状况不一 但购屋族就怕错过最好时机 纷纷赶进场 导致房市持续发炉 TVB的新闻 华正三网号与台北采访报导 而房屋市场上也很常在讨论的 就是都庚了 住户很在意能不能够一瓶换一瓶 不过建商坦言 时空背景差太多 引荐成本早就不能够跟三十多年前相提并论 此一瓶换一瓶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实现的都市传说 指着公寓外墙 很多地方都有剥落 里长忧心忡忡 这里是台北市斯文里二期整宅 屋林已经超过五十年 漏水避癌 老电线外漏 屋况残破不堪 当地不少老人家觉得该都更了 但多年来始终卡关 我想要都更 因为这边的房子都已经 年龄都已经很高了 上年期的人 根本这个楼梯的话要爬 五楼的要爬真的也是很困难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都更的话有电梯 怕那个地震掉下来 会掉下来 好恐怖 两位都是七十多岁的长辈 零四零三地震造成的防损 让他们很忧心 而就在不远处斯文里三期整宅 是台北市公办都更唯一成功的例子 崭新大楼对比破旧公寓 一个里如同两个世界 有对照组在旁边 为何都更还是瞧不定呢 这个理由很简单 有的是说为了利益 为了是自己的权利问题 要多更多 照道理讲的话 因为我们是公办都更 公办都更的话 给我们的利润都已经是 超出了一般的 很优惠的一个都更的条件 市内一坪换一坪 也列入跟厂商堂条件 那大部分 现在算起来好像12坪以内 就是就不用再出钱了 就一坪换一坪 但是12坪以外你要增加 你要增加 你要增加怎么办 你就要贴钱 一坪要80万嘛 对不对 那至少都要贴三坪好了 贴三坪就240万 240万在这种社区有的是搅不起的 有些住户是想要的更多 有些居民其实只是想一坪换一坪 而一坪换一坪这个观念来自于 多年前政府喊出一坪换一坪的政策 希望能加速都更 但成效不张也成了现在都更推动阻碍的大使 目前大概民众普遍还是存在着 有着一坪换一坪的一些迷思 那它当然会成为我们都更的一些紧箍咒 它会涉及到它所在的基地的区位的条件 然后估价建筑设计 还有成本等等的这些问题 所以它不太是一个基地用喊的方式 或是响的方式就可以处理 我们最近也看到有一些个案 伺据它原来在正常过去 那么营件成本不大幅上涨的情况之下 那么伺据都可以多分配10% 那现在因为营件成本大幅度的拉高 所以它能够分配回去的比例 大幅度的减少 那更何况你还要想要一瓶换一瓶 那就不切实际了 以台北市来说将公办都更受理门槛 从90%降到75% 也就是第一阶段有75%住户同意 就进入第二阶段都更处进驻试算 如果九成同意 第三阶段开始模拟选配 选配率达90%就启动更新重建 面对丁子户可以申请代差 而其实老屋都更是全台都要面对的 因为现在全国平均屋龄是32年 以六都来看台北市最老平均屋龄37.57年 再来是台南市的33.73年 高雄市32.82年 新北市31.11年 而都更常常卡在一楼店面不愿意 像是南机场整宅 因为有夜市的人潮能收租 而对当地里长来说 就觉得市府要敢取缔南机场的违法摊商 当地里长觉得市政府不够强硬 不会不够强硬 而是要水到渠成 这个案子里面的公伴都更必须考量的 所以包括了之前有谈到了中继的问题 不管是中继的住宅 中继的市场等等 怎么去把这件事情 再做一些妥善的规划跟沟通协调 0403强证 证出很多人的家园危机 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对围楼处置 有更明确的法规来应应 有些民众也不能只看自身利益 不顾公共利益 生命安全 大家是绑在一起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杰特别的 而生技产业是否能够成为 台湾下一座护博神山呢 再生医疗法修法三毒通过了 规范医疗院所或是药厂制药 都必须要经过临床二期试验 才能够用在病患身上 等于法规变得比较完备 就能够吸引厂商来投入 来完善整体产业 走进微型智能细胞制剂厂 工作人员换装准备上工 有别于过去 在实验室里操作 需要层层关卡 生技公司压缩空间 研发出细胞制药用的 无菌隔离装置 在这间 四十平大的微型智能细胞制剂厂 大约跟传统的细胞工厂相比 可以节省百分之六十六的厂房空间 还有百分之八十的电费 比如说一边中小型的诊所 它就能够使用 那这样子的部分呢 生产出来的细胞的安全性 医生也可以信任它 因为细胞是一个火的 不能够在长途的做运送这件事情 就势必我们就要就地主意 来使用这些再生医疗的细胞制剂 不只减少人员数量 也能有效控管 省空间又省时 让医疗运所不用碍于空间 就可以在原地培养细胞 保障细胞能有效发挥作用 尤其在再生医疗双发通过之后 业者也努力为自己铺路 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快速 自动化的细胞株开发平台 我们能够更有效率地找到 可以大量表现 重组蛋白这样子的一个细胞株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细胞株 其实对于将来 在这个产业所需要的 这些原料的应用 其实都能够有很大的 一个效益的提升 朝降低成本的方向 拓展更多机会 而在再生医疗法 修法最大的差异 则是医院诊疗或是药厂制药 都得经过临床二期试验 才能用在病患身上 保障病患的权益 而台湾法规先完备 也能提早起步 吸引更多厂商投入 对我们生计厂 有一个法令的遵循 那第二个部分呢 有些的部分在做治疗方面 那也就更明确 那然后呢 对于生计厂的时机点呢 也就让大家可以看见 另外一方面呢 在台湾有关生技人才 机电人才 AI人才 在这一块领域的 再生医疗里面 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产业 另外更多的资本市场 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让我们有更茁壮发展 还有新技术的引进 过去这些原料 大部分的来源 都还是以国外的品牌为主 那如果国内能够有自己 这样的一个原料供应 其实对于这整个产业的 技术研发开发 或者是说生产制造来说 其实都会有一个 很大的产业链的串联的 这样的一个效应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希望 能够在台湾做这样子的一个 大量原料的供应 然后让大家不用再担心说 原料可能还要等国外的货源 或者是说每一个批次的差异等等 医界也认为相比小分子药 疫苗等领域早已发展超过百年 细胞治疗是近20年 才崛起的新兴领域 法规设立对生技业帮助很大 也促使医院更积极接规产业 合作研发新药 协助临床治疗造福更多患者 因为过去就曾发生病患 花费数百万元治疗 却被打了生理食盐水 新家荡产换来无效医疗 因为不可能每个病人 去完全了解这个治疗 相关的深度的内容 但是我们有明确的法令在规范 我想病人就会比较放心 主要是说病患要跟他的医生之间的对话 这之间的话 一定是就临床上对病人的解释 所以病人应该是说去聆听 他的铃声跟他的指导 不要说道听途说 又听了很多偏方或一些 没有确认的讯息 反而会干扰自己 尤其全台湾有超过五百万名癌症 糖尿病关节病变等病友 在用尽标准疗法依然无效之后 可以寻求再生医疗法的协助治疗疾病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也表示 产业在法规配套完整后 现在开始健全发展 也乐见未来产业茁壮 有些长者会同时患有糖尿病跟失智症 因为这两种疾病都跟胰岛素作用不良有关系 研究就发现 跟没有糖尿病的人相比 糖尿病患者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高出了百分之四十 糖尿病跟失智症在高龄长者当中 经常同时发生 主要的原因是这两种疾病 具有相似的病理生理学基转 都跟胰岛素作用不良有关 另外他们还有共通的 心血管代谢危险的因子 在一些基因的研究当中 也显示出有相似的地方 因此这两种疾病常常一起出现 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 也可以看到说 糖尿病的患者 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 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大概增加百分之四十 其中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高出百分之四十 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 更高出百分之九十 同样的罹患阿兹海默症的病人 也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糖尿病 糖尿病的病人本来就容易有失智 或者是认知上的一个功能障碍 但是阿兹海默症的临床表现 跟临床上的基础关联性 跟糖尿病也有类似的地方 大脑的地方 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不够好 以大脑当中 它的胰岛素能量降低 都可能是跟阿兹海默症的病程 眼镜有相当大的关系 糖尿病血量高的时候 它会造成许多的并发症 包括我们的大血管的 动脉坐庄硬化 所以造成心肌梗塞 造成脑中风 造成我们的坐边的 动脉的阻塞等等 那对于小血管来讲 它会造成我们的 视网膜的病变 神经病变 还有肾脏的病变 对于认知功能 那我们最近也慢慢的发现 其实高血糖状态的话 血糖越高 那对我们老年人的听 说 读 血的能力 还有认知功能 也都会受到影响 失智症一般分为阿兹海默症 以及血管性失智 台北龙总借由健保资料库 所做的研究发现 新诊断的糖尿病病友 会增加76%阿兹海默症的发生 除此之外 高血压 年龄的老化 中风史也会与阿兹海默症 息息相关 糖尿病也与血管性失智有关 而血管性失智 是第二常见的失智症 这个发生 也会与血脂肪的控制有关 然而糖尿病 引起失智症的原因 主要是借由血糖控制不佳 代谢产物 增加导致于脑子的堆积 以及胃岛素分泌不足 阿兹海默症 是一种成经退化性疾病 和体内β類淀粉蛋白成绩 是有关的 因此常生活中 如果我们能够多运动 进行健康的饮食摄取 就能够有效地减少 β類淀粉蛋白成绩 在我们脑子里面 也能够有效预防 阿兹海默症的产生 血糖反应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碳水化物的摄取总量 碳水化物的类型 食物中的其他巨量营养素 食物制备的方法 像是有没有糊化 以及生理机能 例如营养素的肠道吸收率等 在饮食成分方面 改善餐后高血糖 高胰岛素血症 和胰岛素主抗的关键策略 就是尽量选择 能够减少血糖波动的食物 因为血糖波动太过激烈 会加重氧化压力 和β細胞的损伤 足过的睡眠 对于糖尿病 本来胰岛素的主抗性 就会造成一定好的影响 也会让病人血糖控制 得到控制一个完整的范围 同时在这个范围里面 对于神经退化性的疾病 跟糖尿病中间的病理急转 也可以产生某程度的抑制效果 降低进食的速度 因为吃太快会造成 比较剧烈的血糖波动 是选择低生糖负荷 和颜值未排空的食物 这类食物通常具有高蛋白 低碳水 还有高纤维特性 不但可以降低胰岛素需求 和餐后的血糖波动 还可以减少饥饿感和食欲 医师提醒预防失智症 要及早开始阿兹海默症 被誉为是大脑的糖尿病 当血糖过高时 会造成脑部神经 及脑血管内皮细胞病变 不可轻忽 TVBS新闻 陈如环 李建伟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要美花世荣 政府开始开放民间企业团体 跟个人来认养公园 而这么做的好处在于 让社会大众来参与 公部门的公共建设 将社区的想法意见 都纳入公园管理来参考 而且同时也能够节省 公部门的开晓跟直出 绿意盎然的大安森林公园 是台北的都市之沸 城市绿洲 市民在公园运动散步 赏花赏尿 近年来透过企业长期任养 专家学者投入生态富裕 26公顷的首都公园 大变身 我们大概在十年前 迄今会开始任养这个公园之后 有全年企业整个任养的 我们就开始做生态化 这是种了蛮多的原生植物 这是台湾的原生植物 因为有原生植物 才有原生昆虫 才有原生鸟类 所以目前整个的环境的话 我们任养的几个区域 生态环境都非常好 企业大手笔投入 每年超过四千万元 替丹森林公园 进行体质改造工程 包括种植树木 改良土壤 萤火虫生态富裕 及蚊虫防治等等 在多个入口处架设访文艺站 提供民众使用 一改过去蚊子公园的形象 为了推动真正的生态化 还打造台北市首座的生态公厕 那生态厕所的话呢 是结合香花 还有结合蜜蜜植物 还有水井 还有一些攀藤植物 那更重要 我们是要利用太阳能 所以整个是结合生态环境 还有可以赏花 可以赏地 为了美化市容 政府开放民间企业团体 任养公园 目前台北市共有六百二十七个单位 任养公园绿地广场行道数 总面积达到一百三十七公顷 民众企业参与公部门公共建设 社区想法意见 可以纳入公园管理参考 同时也能节省公部门的开销支出 随着近代发展行政管理中 有一些我们强调一些像民间参与 或是行政开放的透明化原则 所以其实政府的各项施政跟决策 都希望有一定的民间基础 那其中任养的话 我们也是希望民众可以借由 这些参与的方式来提升 针对一些比较机优的任养的单位 其实我们两年的部分 会来做一次表扬跟考核 只要是企业团体个人有意愿 都可以申请任养公园 以台北市来说 任养期限是以三年为原则 截至到今年的六月底 已经有两百一十二个民间企业 任养公园绿地 为市府节省了上千万元的维护费用 你现在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想要打造的一个都市农场 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紫苏 有薄荷 有香茅 利用城市有限空间打造都市农场 台湾最大的外商银行 三年投入两千万元 热养内湖大港前公园 除了有种植区外 平时也会举办公益性活动 好处是不用缴租金 而任养公园的优良事迹 也助于提升企业形象 现在看到就是现在天气很热 所以就是有居民反映 希望多一点遮阴的设施 然后或是我们希望在里面 也可以打造一些都市的农场 然后种植一些香芬植物等等 然后让民众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就是在这边可以学到 不同的生态 环保跟永续的概念 那我们在每一个我们所在的市场 就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个场域 然后有多元的活动 可以打造一个共同的平台 所以我们任养这个大港前公园 我们就是希望结合我们的同仁 然后结合我们的社会企业 然后还有一些生态圈的伙伴 然后可以在这边举办多元的活动 让这个公园是一个丰富的绿地 然后也是提供一个场域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 进行不同的交流 齐心打造北市公园美景 民间任养功不可没 提升都市自然风貌 打造永续生态 TVBS新闻 黄万伟得验宣台北采访的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